兄弟们马上就要离开巴基斯坦了 今天给巴铁兄弟们做一道大餐 地坑口全羊 刘浩 你叫亚瑟大哥和大智还有大帅 咱们一起去买羊 给亚瑟大哥选一个吧 选一个比之前大一点的 这是个聪明羊 躲在里边 亚瑟大哥选了比往常大一点的羊 这个羊的售价是25,000卢比 然后我们经过最后的奖价 喊到了21,500卢比 也就是合人民币的537块钱 请你来家 这次比预想要早走几天 之前计划是他们摘月开始我在走 因为我还想着离开之前 去大智家里一趟呢 最近大智跟他老婆家里人关系缓和了不少 天天跟他女儿开视频 这也得等回来之后再去了 我要先去俄罗斯搞点外贸生意 但在这边办不了俄罗斯的签证 所以我必须得先回过办签证 在国内要10天左右才能办下来 没有其他事 4月底之前肯定回来了 所以嘛 这个是马萨拉腌料 跟他亚瑟大哥已经把这个羊肉给腌上了 大概又等了两个小时 然后这个时候 咱们现在去院子里 因为这个碳不是很容易熟 需要烧两个小时 腌制的时候顺便就把这个火给点了 大叔兄弟在我们家附近发现了干叶子 这个点火更容易一些 每次都拿塑料点容易中毒 家人们 巴基斯坦天气越来越热了 再过不到一个月 基本上就能干到40度 大致上哪儿早这些干草 好点 大致说这个好点 这次点火咱们就不担心中毒了 这个烟雾又找起来了 估计小区的保安一会还会过来 他要如果过来 我们这次挺能吃烤圈羊 哎呀兄弟们 这个眼睛真的大 我们再等两个小时 我们直接开稿 这些保安兄弟 我只留了大致一个人 其他三个来的时候都说了 是按照兼职做的 如果回来有需要 再安排新的 大致让他早回去跟他老婆团聚 顺便把护照办了 大帅呢 回去准备结婚的事 大致父亲呢 在这看店 这个月生意比较好 他们不舍得关门 至少要干到月底了 走之前 我会把店铺都交给他 雅瑟大哥也回家陪陪家人 留好兄弟这段时间 也要准备出国的资料和手续 估计还能跟着我干几个月 这次他们就带薪休假了 我去赚钱 不然这些兄弟跟着我都得饿肚子 都是挣了八景帮过我的人 没有他们 也没有人认识我 这份情必须得绑 大致父亲就先住在店铺里 这所别墅就不足了 这个城市比较小 太受限制了 别墅的东西也先放礼部兄弟家里 他家地方大 兄弟们 刚才雅瑟大哥把胡萝卜 还有这个米饭都搞好了 现在我们出去看看羊怎么样 现在已经过去两小时了 上面这有一半已经全都干掉了 咱们先大概看看雅瑟大哥 看着差不多 兄弟们看看 这羊肉怎么样 基本熟了 尝一尝 OK 拿出来了 这一头看着油汪汪的 但是闻了一口 直接竖起了大拇指 先把这绳子切开 哎呀 醒醒了 冒了个油泡 看看这个羊筋 我靠太弹了 现在羊我们把锡纸 还有绳子都拆解开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 炸好的胡萝卜和油 抹上面 让这个肉更加鲜嫩一些 这个羊看着是干干的 其实是外酥里嫩 这里边汁水相当多了 我们的大帅把我们的米饭也上来了 这就是巴基斯坦的马萨拉米饭 这个味道相当重口味的 各种调料 拿油炒了一下 然后把米饭倒里煮一煮就可以了 现在雅策大哥帮咱们肢解一下 这个羊肉 太带劲了 干什么 这是两个大羊腿 这一个 这是前腿 雅策大哥是真不怕烫 曾经徒手抓木炭 现在又徒手掰烤完的全羊 这种小羊啊 它这个羊盘上基本上没什么肉啊 一烤就没啥玩意儿了 就缩头骨头就行了 就是主要是这个羊吉武啊 羊吉武这个地方是最带劲的 看着有没有像那种 咱北京烤鸭 外酥里那种感觉 打帅勤劳的小朋友啊 把我们的米饭分完了 把饮料上来啊 吃烤羊怎么不能来个碳酸饮料呢 对吧 兄弟们 不说这个羊肉好不好吃啊 今天我们不做评断 你就看大家吃着爽不爽 所有的家人们啊 感觉我们做的这个烤群羊好吃的话 帮鸡哥点个赞 然后打个好吃两次好不好 这个羊肉我们是做了整整啊 一天的时间 早上买羊 然后再腌制 烧炭 烤 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啊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我们这几个八铁兄弟们安排足 好吃 好吃 李布兄弟就比较文雅 其实吃饭都是刀叉互用的 我们家里没有刀啊 他只能用大的和勺子 开不上多吃点 开不上这兄弟跟着我啊 虽然是一个临时的保安啊 但是他什么事情啊都第一时间去做 非常认真负责 这个兄弟比较好 刚才特意给他拿了一块最大的肉 最后一顿饮啊 给兄弟们干饱 兄弟们 这个烤雀羊是我和八铁兄弟们做的第一道当地菜 虽然都是大老爷们们 但是时间久了 说是离开这里还是有点舍不得的 等我走之前 我会带着大只兄弟们一起去首都玩一天 好了兄弟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